那我們今天的確定病例 有本土的病例 132例 那境外移入的案例有3例 那死亡的個案有8例 那整體來講 我們這個到目前 這一波的疫情 5月11號起到現在 有的確診的個案數是 11722人 那含境外移入 那解除個例的人數是6188人 已經超過50% 那換句話說 整體的 這個醫療樣能的壓力 跟我們隔離的壓力 現在是稍微減輕 那病例數當然比較少 這是一個好現象 死亡的個案也比較少 那案例數裡面 以縣市別 還是來看的話 還是以 現在新北市65例 那臺北市26例 苗栗縣18例 桃園縣12例 吉隆市3例 台南縣 臺中市及花蓮縣各2例 嘉義縣 彰化縣各1例 不過跟大家先說明一下 就是因為 今天已經確定各縣市 都已經開始在開打 早上天氣比較熱 那在打的時候 有時候是比較辛苦 不過各縣市都已經非常的努力 那建立了很多的採檢點 那有注意到一些分流 那分流情況不好的 也有在改善 那我想這次打疫苗速度 可能會稍微快一點 因為多設了很多的一個 接種站 那看起來效率也都蠻高的 所以我們決定把第二批的疫苗 及早的發送 讓大家能夠及早的準備 知道自己手頭上的量 那分配的原則 大家記得我們第一次在 這次主要還是針對 75歲以上的人口 來做一個分配 那這些我們第一次是目標 是27% 目標是以27%老年 75歲人口來發送 那現在我們就提高到53% 那不過高風險的區域 雙北 我們才加發10% 那中高風險的區域 像桃園 台中 基隆 彰化 苗栗 那這5個區域也多加發5% 那離島 我們除了連江加發之外 我們現在金門跟這個澎湖 還有這個屏東 它因為有小琉球 那台東 有綠島 藍嶼 這些離島的 我們都加發 在屏東我們加發1000 那台東加發1000 金門2000 澎湖3000 希望在離島 因為人口比較沒有那麼的密集 那所以在打的時候 如果能夠有一些多的準備 對他們的離島或離島的離島 在四島起來的效率上 應該是會比較好 有沒有這個分階段或分區域 這些可能性跟這個疫情的一個分析 都在我們的疫情監測中心 裡面都隨時會做一個分析 讓我們來做瞭解 那到目前來講 到2月18號 雖然這時間不多 但是對疫情的變化 因為變化是都隨時在變化的 所以我們會隨時以監測 那當然也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那當然也要廣招 我們的專家一起來做討論